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1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美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从躺平主义到北大附中的一天 愤怒与不公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既没有作者也没有标题 这篇文章很长,但是也写得很平静 文字非常的好,那么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很震撼,我读两段给大家听一下 回头我会贴出来 他说这个文章这么说,他说 我生于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北京中产阶级家庭 有北京户口 家人在北京有房,挑出这行字时 我感到十分愧疚和不安 因为这行字里包含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奋斗一生都未必能得到的东西 而我居然一出生就拥有 然后他,这不是个连续的啊,另外一段是这样的,他说 如果非要总结我的原生家庭与成长经历 那么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条很残酷的因果链 我生来享受了北京户口和很好的家庭条件 然后是优质的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 让我没有受什么非人类的折磨就考上了北大 考上北大就又享受了北大光环带给我的名声,甚至是物质利益 如果没有上北大就不会因为 仅仅给乡下孩子上了堂普通的性教育课 而获得了一些小名气 如果没上北大,我每周写给南方周末的稿子,即便 即便成盟编辑老师赏识 也未必能长期测身于报纸重要版面 我也不可能 身为全职学生还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 那么一篇评论1200到1400字左右,稿费是800元 如果每周都发稿,一个月就能获得 稿费收入3200元 在可见的,在可以预知的未来 这一光环还将给我带来更多 虽然光环之所以成为光环 大部分都是因为北大前辈的创造,而为我的个人努力 还有很多,我读这段文字 不厌其烦的读出来 这段文字写得非常的平静,也很有诚意 那么他是在反思和重新评价自己 我看这篇文章,老实讲我看得非常的愤怒,因为 因为这是一种 结构性的制度性的不公 这种不公是我们这些平民 我们出生于平民的这些人无法超越 而他这种检讨的态度,而且这种诚恳的态度,让我们更加愤怒 因为这种态度 更加无法超越 因为这种优越感 并不是那种夸耀所能带来 这种谦虚产生的优越感 我们是 没有办法得到的 所以这让我们更加愤怒 我说另外一个数据,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年轻人 当代中国的年轻人 这个网友写的这篇文章 他也是年轻人 那么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 说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1 但是 16到24岁年轻人的调查失业率 依然维持在13.6% 这两个数据我都不相信 这是不可能的数字 显然这个实际的情况比这数字大很多倍 这个数字显示了什么,但是这个数字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年轻人 当代中国的年轻人 失业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有多严重呢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 说 说那个 有三成受访者在三月份进行简历投递后 没有得到面试的机会 他的结论是说 大学生签约率不如2019年 他这话说得非常婉转 2019年已经是史上最残酷的就业季 我在2019年我们做过这个专题 非常残酷 那么今年的情况还不如2019年 这是一个 然后智联招聘,智联招聘的人力资源顾问王一新说 他说跟2019年比 今年的企业招聘人数和 求职人数都在上涨 比2019年都在上涨 但是 招聘人数 的涨幅 低于求职人数的涨幅 这就回答了为什么签约率 还不如2019年的原因 那么今年 今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毕业人数是909万 超过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数 那么 这已经创造历史新高了 然后今年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远远不知这个数目 还包括自考 寒寿 还有一些没办法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 还有2020年还没有就业的 还有2019年也没有就业的毕业生 所以你想一下有多少年轻人 就是 就是 我们讲的除了农民工以外 还有多少年轻人在市场上找工作 那么 自联招聘 平台数据显示 三月份仍然有41.6万 2020届去年的 去年的毕业生在求职 同时 海归回国求职的人数也大幅上升 那么 那么也就说随着6月份 6月份的毕业季来临 年轻人就业的压力非常的大 那么人大人口学家 就业学家 就是 叫曾相权 曾相权对他主要是研究就业问题 他这么说 他说呢 一流名牌大学毕业生一直不愁价 但普通高学校 特别是二三类院校的毕业生 就这个没有 就不是这样的了 就容易眼高手低 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 他这个专家呢 讲的话很伤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那个高不成低不就的那 为什么我们可能是那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人 因为我不是北大毕业 北大毕业才几个人呢 那么于是呢 大部分都是 大家知道 在市场 在市场上求职的这些人 什么985 211啊 都是少数 大部分都是 曾相权讲的这些人 较高不成低不就的人 他们才会遇到问题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 我上来讲的那篇文章 他反映出来的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努不努力的问题 我们现在遇到的大部分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 我就算是努力 我也做不到 他没那么努力 他得到的我一辈子都得不到 我努力一辈子都追求不到 他一出生就有的东西 这就是让我们愤怒的原因 那么最近有一篇文章 很疯 这篇文章叫《躺平即是正义》 他这篇文章这么说 他说两年多没工作都在晚 那么我可以想 地欧根尼 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 也可以像 赫拉克里特 住在山洞里思考 罗格斯 既然这片土地从来没有真实存在 高举人体 人主 人主体性的思想 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 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 只有躺平 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这个文章就火 很火 大家年轻人 都在流传 都在讨论 躺平吧 为什么 既然我努力都没有用 那我就躺平吧 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批判 说躺平可耻 哪来的正义感 这篇文章这么说 他说 不知几时起 年轻人中流行的小确幸 变成了小确尚 每隔一段时间 时间就迭代出摸鱼学 躺平学这样的新词话 新词语 一些本该活力适色的年轻人变成了佛系青年 动不动发出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 什么都不想干 做条咸鱼 有什么不好的奇谈怪论 满脑子都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不由得让人纳闷 这些人到底怎么了 这篇文章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了中国官方 他们到底 他们是假装不知道呢 还是真不知道 一半一半吧 他说 尽管有人认为 年轻一代正在低欲化 并且影响整个社会 慢慢进入低欲化状态 但是事实上 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 学界认为低欲望的本质 原因是发展动力不足 好吧 这是什么话 这是鬼话 如果有条件 谁不愿意发展 不是不想发展 是没有条件发展 他又说 他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难和挑战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动不动就被小困难打败 时不时受到丧文化的左右 显然不是一个当代青年应有的气质 如果一遇到压力就喊内卷 一遇到挫折就躺平 那我们又能 又怎么改变人生呢 这个话呢 这个话呢 掩盖了一个 非常残酷的现实 什么现实 就是 有些阶级差距 你怎么努力也没办法改变 就像这个 就算这篇写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自己也是这样 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么作者长平 是我很欣赏的一位作家 他把最近这个年轻人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的这个思潮的变迁和 背后的 社会性的因素 他把它梳理很清楚 我就不重新整理了 我就把他的 说的这个读给大家听 当然我不是全文读 我是摘例部分来读 方便大家理解 所以我特别鸣谢一下 鸣谢长平 他这么说 他说 躺平主义最近成为中国互联网流行词 他的意思是 年轻人不买房 不买车 不结婚 不生娃 不消费 维持生存最低标准 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 和被剥削的努力 听上去 他就像老一代人所说的 思想消极 不求进取 当一天和尚撞天钟 不过 他更具有主动选择和反抗行动的意义 因此被 称为中国年轻人的思想解放 一种无声和无奈的反抗 那么 这是他在 这是他在之前流行的另外一个词 所描绘的社会现象导致的一个结果 什么词呢 这个词叫内卷 或者叫内卷化 作为一个学术名词 他是指什么呢 指文化模式 达到某种状态之后 他没办法稳定 也没办法更新一个新的状态 那他结果是什么呢 他结果就在内部呢 进行更加复杂化的变化 就是 他没办法形成一个新的形态 但他又不稳定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的激烈 竞争非常的激烈 竞争得非常激烈 他没办法稳定 他也没办法 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 他就怎么样 他就在内部 让自己变得更加复杂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官场的形式主义或者是繁文乳节 你会变 你会看 当一个社会进入一个 一个高度竞争 但是又没办法进化的状态的时候 他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繁文乳节 比如说这个升学压力之下的这个鸡娃 鸡娃什么意思 就打鸡血 打鸡血 强化学习补习 鸡娃现象 那么还有老一代人 用我们老一代人容易理解的 说法 就是过度竞争 低水平竞争 或者 更学术一点叫囚徒困境 所以内卷化其实准确的描述了 中国社会各个方面过度竞争的结果 那么容易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现象 但是其实它是一种制度 制度性的因素 躺平与否 首先不主要是人生态度和育儿观念导致的 而是社会现实早已经写好的脚本 它其实最终导致 躺平 并不是一种 人生态度决定 而是这种社会制度决定 这种社会制度的不公 或者社会机会的不公 导致的这些人 他怎么努力 他都没有办法突破他现有的 困局 那么这10年前流行的另外一个词 比躺平主义 更含有更大的 愤怒 这个词叫什么 叫屌丝 屌丝本来是个粗话 屌丝呢 其实是讲的是谁呢 讲的是自己 讲自己是自称 屌丝 那么以前呢 愤怒是贬低别人 你是个什么兔崽子骂你 骂人是 贬低别人 但是屌丝的文化已经变成什么呢 贬低自己 他是贬低自己 所以自我厌弃的屌丝并没有放弃人生 你看现在我刚才讲 为什么要把这个 年轻人就业季现在遇到的困境 就是残酷性 你可以看到 其实10年前 这些年轻人把自己叫成屌丝 这是一种自贬的行为 他也反映一种愤怒的情绪 但是 这些屌丝们并没有放弃人生 而是 内卷 去做肉鸡 去做屁民 去做什么 去做韭菜 去996 然后去做这个赤瓶的 B站的up主 去当 工作危险 但报酬 凉薄的什么 外卖骑手 那么去做 随身带着这个农药的货车司机 直到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躺平主义出现 所以躺平主义是什么 躺平主义这里面 包含的巨大的 巨大的悲愤 那么有人认为 躺平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权儒主义和中国古人的 隐居 这个竹林七贤 一说隐居就竹林七贤 那么 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躺平可以成为一种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 但是 这需要什么 这需要思想自由 人格独立 还有对权威的蔑视 那么中国人的隐居 中国人隐居的态度是什么 其实就是反抗 甚至直接的反抗 就是我跟权贵不合作 我不合作 我用隐居的态度来反抗你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在当代的知识分子来看 古人的隐居是一个多么奢侈的权利 为什么 中共建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取消知识分子隐居的权利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从这里开始 任何人都不可以沉默 一搞运动 所有人都要讲话 所以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讲 讲隐居的权利 所以躺平 躺平主义 是一件 其实是里面包含了某种幻觉 或者包含了某种幻想在这里头 所以 现在的躺平主义 就是之前的屌丝们 常平他是这样描述的 描述这个关系 他说今天的屌丝们 内卷太累了 躺平休息一下吧 这是一个非常 这是一个非常悲悯的一个陈述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个 让人更 更加生气的事情 16号 这个有一个叫瑞清的这个 这个博主 短视频的这个 发了一段vlog 那么这个视频的名字叫我在北大附中上学的一天 我看了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八点钟上课 急急忙忙去上课 选修课是中国古代文化史 中国有中国古代文化史 还用现状书抄写这个论语 10点钟体育课 有的人在跳操 有的人上基建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 大家在这个活动室里面午休 那有些人在图书馆 图书馆没有什么人 大家很宽敞 放学之后去看戏剧社的演出 那么舞台上表演的是他的学弟学妹等等 这个这篇 这个vlog剪得非常的精彩 杰作很快 很欢快 用光用的也很 到位 色彩斑斓 非常清晰 这段视频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 这个视频一下子让屌丝们就崩溃了 为什么 这个短视频 如果我们把这个短视频放到我刚才讲的这个框架里面去看就很难 很清楚 就说这是 屌丝们无法企及的生活 碰都碰不到这样的生活 这是 就是说 现在你比如说光明网也好 这个钟青网也好 他们都说 说这是教育资源的差异 导致的这种 大家为什么会热议 很多人在大骂 有些人在大骂这个 这个发视频的人 很生气 就说网上很多人很生气的在 愤怒的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你把这段视频放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躺平主义 从屌丝到内卷到躺平主义 这个框架来看 看这个现象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清楚的了解 为什么网民那么愤怒 那么愤怒 就是 这么愤怒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 这个视频 展示出来的 生活形态 学习形态 其实就是生活形态 是这些屌丝们 再努力 也企及不到的生活 那么18号这个瑞卿做了回应 这个回应 我先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关于视频我在其他平台发布的时候已经说明了 是毕业后回学校拍摄的 目的只是为了纪念我的高中生活 那么 那么我深知 他这段话其实跟我前面说的那篇文章很像 他说我深知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 并不是因为我的能力 比别人更强仅仅是自己比较幸运吧 对此一直心怀感激 这些年我也希望能够为教育公平献出一些 微薄的力量 去到乡镇之教 树立偏远地区普通话普及 为留守儿童发声 如果你们也 也感兴趣完全可以加入到其中 然后呢他说 朋友推荐了一本书叫《见识》 讲述的是一个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 并不是起跑线或者是命运 对我启发很大也推荐给大家 你说这段留言会让大家怎么看 这段留言让大家更愤怒 为什么 就是一个有优越 取得了优越地位的人 他还用一种谦虚的态度来感恩 来陈述 他对这件事情的忏悔 这是不是让人更愤怒 他说 而且他最后说这个见识意思就是起跑线不重要起跑线重要吗 那不是起跑线 如果把这种 阶级差异 描绘成为一个起跑线那绝对是对社会不公的污蔑 这是什么 这是在不同的场景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你生活在 在我们头顶上的那个世界我们生活在下面这个世界 我们在不同的不是起跑线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永远跑不到你那个世界里面去 人的生活生命是这样的差异 所以 这段忏悔 让人更愤怒 然后光明网有个补充 这个补充怎么说这光明网补充说 北大附中近年平均清北清华北大的录取率为10%左右 50%以上的同学深入国内的985高校 95%以上的同学深入重点本科院校 95% 这是 这是我们面对的同一个世界吗当然不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愤怒与不公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那么我在这里还是要道歉我今天又迟到 今天迟到的原因是 这个题目需要更多的思考 更多的理解 我每天都在 我每天都在奔忙在各个新闻主题之间 跑来跑去 一方面需要看到最新的新闻 另外一方面又想做又希望能做一些 更深刻的思考 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顺利 就是说 你有的时候会发现 比如说我今天我今天准备了三个主题 可是我今天没有做三个主题 我做的是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大家理解 也请大家原谅 我尽量的让这些事情变得有秩序 但是有的时候 也会失序 请大家多多的支持我 谢谢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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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日本当年经历繁荣的经济崩溃之后才出现躺平 中国倒好 无形之中直接躺平 情绪 我出生到现在住的是爷爷遗留下的国企工房 从小教育就是大学就毕业就解放大学毕业就解放 一工作才发现上当 工作气氛压抑缺少工作以外的人际交往 想要组建自己的家庭无望 买房估计要从满清入关攒起 默然回首发现自己 发现其实自己的生活 除了使用的电子产品更新换代之外 和30年前的父辈没有任何区别 一个毫无增量的社会是非常可怕 感谢王老师这样的自媒体人 古人文 昭温 昭文昔死 至少头脑清醒可以 至少头脑可以清醒一点 谢谢王老师 谢谢 情况 我就是北大附中 旁边另一个重点中学毕业 那里有许多 高干红二代 北大附中的一天和我10年前过的生活很相似 后来进入重点大学 毕业后 出藏社会的辛酸 比如拥挤的地铁和地铁上的性骚扰 外加北京遥不可及的房价 那时候我也很想躺平 感觉未来没什么希望 幸好离开了 幸好调整好心态 在国外从头开始 这就是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 我经常的鼓励大家 离开中国 这里面有政治的因素 还有社会的因素 社会的因素就是我们讲的这种 制度性的不公 制度性的不公 你没办法抵抗 你也无法改变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歧视 中国 中国这个国家 中国这个国家从古到今 完整的 中共完整的继承了 封建社会传导到现在的各种歧视和等级制度 所以 如果我们的祖上没有给我们带来 留下什么 可以让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 梯子或者是阶梯的话 离开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观点 在中国职业与圈子世袭化 电力 烟草 银行等垄断行业优先招聘血清已经是潜规则 甚至警察考试 在面试的时候 你如果有直系亲属 是毕录的 这些垄断行业在习上台后 更成为相拨拨 外面的人想进入更是难上加难 观点 作为过来人 中国美国两边都生活过 并不是中国年轻人不愿意做 而是中国普遍的阶层 阶层歧视 和普通工作配不上收入 这就决定了我们普通年轻人没有动力工作 让人觉得在中国工作就像在泥沼里 无限打滚一样 这表述得非常好 观点 美国越战后的反战CP式文化 和躺平文化很相似 CP式文化是 是对制度的反制 那么这个制度他认为是一个不好的制度 所以他反制他 和中国现在存在的制度不公 是两个不同层面的 一个是好不好 一个是好不好的问题 他觉得这个制度不好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这个制度很坏的问题 这个是不是很坏的制度 这是 一个是0和1的问题 一个是1和2的问题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观点 谁都不傻 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 都看不到可以改善现状的希望 那任谁都只能躺平 被现实打击的人们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改变 说得很到位 说得很到位 观点 几年前看过一个日本拍的纪录片关于深圳 三河大神 年轻的大神们一天 吃两元的挂面 住五元一宿的宿舍 甚至天暖和时候睡大街 找各种现金贷 每天只需要给手机充个电 实在没钱就做一天工 日结工 充分反映了中国底层 放弃人生 完全没有救助 更不用提街机要身 这个片子是很厉害 这个片子非常厉害 情况 今天听王老师的课明白了为什么过度竞争而没有进化 上海上周全市首次中学物理化实验操作考试 成绩记录中考分数 区里要求10分的题目 区平均要达到9.9分 这意味着10个考生必须9个满分 一个达9分才能满足要求 各校都反复操练 几个简单的实验 都要求争取满分 学生都很疲劳 但大家都是满分 完全没有区分感 区分度 不知道这个考试的意义何在 这大概就是内卷 大家都付出更多的精力 但得到的结果确实和原来一样 就是他会 这就是内卷 非常 非常传神的一个描述 就是说 就是在这种 过度竞争 但是这种过度竞争 由于制度的约束 竞争本来会促进进步 竞争是进步的动力 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有赖于竞争 战争也是一种竞争 战争促进人类的进步 那么很多的时候 但他进步有前提 就是这个制度 保障了他的出口 就是你能向更 更优越的方向 更优化的方向发展 那你就竞争才会变成进步的动力 那现在中国的制度是什么 中国的制度是个非常的 讲到 讲得难听一点 这就是腐败 腐朽没落的制度 这个腐朽没落的制度 他为了保证一个东西 就是政权稳定 在政权稳定的大前提下 他所有的制度 都变成了不可进步的模式 当你不可进步的模式在这里的时候 那意味着什么 因为 政权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不要以为政权的目的仅仅是坐那位置 不是的 掌握政权的目的是确保他的利益 这核心的目的是这个 就是说 我坐在这里 我要确保我的收益是不变的 甚至是只能增加的 独裁政权是固化了这个利益 当独裁政权固化这个利益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不管做什么动作 只要碰到他的利益 你就会被弹回 就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内卷的原因 内卷的原因其实是什么 就是制度不可改变 制度不可更改性 当这个制度变成不可更改的时候 你竞争 就无法推动 社会的进步 社会无法进步 社会无法进步 就内卷了 就繁文乳节了 就不断的去做一些简单的 重复的 精致化 我们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你看什么 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 你看那些服务员 拿尺子量 量杯子的位置 这是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拍马屁啊 就是大家互相拍马屁 用拍马屁的方式 来维持他的存在 这就是竞争 由于竞争激烈 拍马屁竞争激烈 那他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这个主管 他要向他的主子表达 你看我为你的服务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这就是一种内卷 就是中国的制度已经变成一个 社会进步的 主要的障碍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内卷化了 讲的就是这个 所以今天这个网友提供的这个案例 其实完美的诠释了什么 完美的诠释了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制度 它对 它对这个竞争产生的影响 观点 躺平说明 一 中国社会巨大不公 发展不可持续 二 年轻人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三 中国社会会更加死其沉沉 四 中国人有严重的精神危机 社会要关注 干预 劝心理上 精神上出现异常的人获得治疗 是很对的 中国的这种心理疾病的这种 其实这个 危机是很严重 我原来有个同事 我原来一个同事 是我们的一个组长吧 是我们一个组长 组编 我们组长其实就是组编 后来去考了一个心理学的学位 去做心理咨询 那忙得是忙不过来 中国社会现在 心理疾病非常的普遍 而且很严重 情况 80后的我 出生在一线城市 虽然享受了出生的优越感 优越性 但也看到社会上竞争的残酷和不公 不考高中 是看到学霸无法直升 因为名额给了高干子弟 不断跳槽 是因为不能接受办公室遣规则 结婚生娃 是因为无法摆脱被洗过脑的中国文化压力 离婚又充分感受到司法机关肮脏和无耻 幸运的是 我终于离开了伟大的我的国 能在一个有共同价值观平台 听到 听到和说出墙内不敢说出的话 感谢王老师的付出 谢谢 观点 作为一个90后 感觉文章对躺平主义的看法少了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中隐约可见的自毁倾向 这是一个人在无法挣脱墙压下 为了保护自己 会自然而然的产生自我封闭 而自我封闭通常会导致一个人和社会脱节 并进一步强化自我封闭 一旦有一天 自我封闭发展成为新的心理压力 他就会不自觉的走向自灭 说得很对 说得很好 情况 11年前高中毕业 各种练习册 练习卷 高考结束后 当天就卖给了等在宿舍楼下的收费品 18公斤换了两个大田桶 有的人 有的人的高中享受的是青春 有的人的高中是每晚 自习到24点 平时几乎没有体育课 音乐课 高考前10次模拟考试 每个月一次 同样是青春 这却是在燃烧青春 老实讲呢 北大附中的一天 他反映的这种生活 虽然让很多 让很多人很更怒 但是老实讲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们想得到的 就是 很多人无法企迹的这种生活 怎么说呢 难道不是一个年轻人 理所当然就应该有的吗 所以中共每次都吹嘘中国大国崛起 吹嘘他的制度优势 吹嘘他的举国体制 什么叫举国体制 我们每个人都是举国体制的一部分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要完成的达到了那个目标 中共给大家看的是那个目标 我们就是不惜一切的那个代价 就是而已 所以我们失去的这些 失去的这些青春 付出的这些青春 就是中共拿去付出的代价而已 观点 条条大路通罗马 有可 可有的人就出生在罗马 非常正确 这让人生气 真的让人生气 情绪 国内 过分强调个人的努力 却忽视政府应尽的责任 在北欧对于一些因为各种原因不求上进的青年人 政府会有专人帮扶 做心理辅导 还会出钱给公司 来专门雇佣这样的人用于职业培训 积累工作经验 甚至还会专门早上打电话 给他们催促起床上班 政府帮扶无为不至 比父母还上心 但这些都需要政府投入巨大的资源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 就是叫什么 福利主义 批判了一辈子的福利主义 到现在还有人在批判的福利主义 情绪 在国内生活非常压抑 现在跟身边的人基本上观念都不一致了 看着孩子现在上幼儿园所受到教育 班级里有个孩子比较淘气 爱打人确实不对 但所有的家长都建议让孩子退远 不是去教育这个孩子 怎么得了这个社会 情绪 理解王生对迟到的歉意 作为观众 对于我来说 为了提高 为了高质量的节目 我宁愿多等一会儿 王生加油 谢谢 谢谢你真好 我们的网友是真好 对我是真好 我真的很感激大家 有两点 我真的 我有很多网友不告诉我 但是我后来还是听说 很多网友 非常积极的推荐我的节目 逢人就说 而且他们互相推荐 经常两个网友同时推荐给对方 碰到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很高兴 这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经常收到 我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跟我讲 说你的那个网友真的很好啊 都在跟我推荐你的节目 其实我已经在看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 很多网友在留言当中说 迟到没关系 理解 这都是非常让我感动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 观点 中国的危局 犹如赛格大厦 摇而 摇而为 摇而为罪 朽而迷奢 四散奔逃的人群 精定而返 赴辛苦谋生 哪有可能真正的躺平 这话说的也是 躺平是要有条件的 是有条件的 情绪 王先生说得很对 有时候根本不是起点 起跑点不同的问题 而是有一个结果 有一个界限 把那些底层的人民封印住 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跑出来 我的人生也曾经有过没有希望的困境中 我当时也用了快五年的努力 才能有些财富自由的人生 我苦过 我理解你的愤怒 情绪 很高兴 王先生这个主题 让我更了解中国 令外界的人很难知道的一幕 是这样 是这样 怎么说呢 如果我不是当记者 我也不可能了解这些 其实我也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些 因为我真的没有在那个 在那个场景 当中生活过 我只是走马光花的看到 或者是一幕十行的看过 我不能够在这里 说太多的 太多的话 因为 因为这会让人觉得有某种优越感 所以我不想说太多 但是 那是真实的存在 那是真实的存在 我经常讲中国人就觉得 我看到的就是一切 我没有看到就不存在 这是中国人的认知的 认知的缺陷 我希望大家都能了解 我们尽量的要把自己的 认知打开 把我们的一些束缚 解放出来 去理解我们没有看到的世界和我们 不了解的人生 我们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能够更完整的理解这个世界 理解真实的中国 以前看到中国的网络小说 里面对人的出身非常非常的重视 身为台湾人 看到许多人从贫困的出身 出人头地 那时候一直不了解 为什么 中国人那么讲究家事 现在终于知道了 再次感谢 谢谢 情况 大学毕业时 办理出国手续 班主任催我找熟人签个就业协议 等通知书到了 再替换 因为学校当时有要求 毕业生 毕业时就业率要达到七成 那是2014年 那些光鲜的就业数据水分很大 实际上 年轻人就业状况 如何很难通过就业率去看 是这样 假的 那都是假的 观点 上海资厂环境其实从15年开始就已经内卷 网络上开始出现内卷这个词是18年 而躺平开始火 却是2021年 这些年份正好是中国社会近几年来的转折点 非常对 非常对 提问 能不能把躺平主义看成是 去中心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你看见过中国平民百姓的暴力运动吗 我没有看到过 所以不需要提非暴力 中国没有暴力的平民 这是第1个 不合作 不合作 不合作其实里面有什么呢 其实有一些蔑视的含义在里头 我不跟你玩 我 蔑视权贵 我说有不合作 但是躺平这里面有没有蔑视呢 躺平更多我觉得还是无奈吧 躺平更多还是无奈吧 我不这么看 我觉得 我觉得长屏的描述更准确一点 情绪 王先生的视频我天天必看 质量好准不准时开始没那么影响 我不能每天都等到直播 但永远要看 支持您 谢谢 观点 能躺平 都算有福气的 起码有经济保障 要么肯老 要么吃存款 要么靠理财 但我身边更多的人是想躺平而不能 比如有房贷 有车贷的人 观点 我7年前出国了 当时国内内卷已经很严重 好工作很少 自己成了愤青 现在看到很多留学生回流 可想而知 国内 该卷成什么样 情况 前阵子有个招聘会 直接宣布 除了211和985都可以离开了 辛苦读完大学 可毕业证还不如草职 情绪 感谢王老师为我们发声 谢谢 提问 这种躺平主义 其实在日本 台湾都有类似的生活形态 应该只有比例上的差别 请问王老师 中国的比例会 比较高吗 第一 我不同意你把 中国的躺平主义和日本跟台湾相提并论 为什么 中国躺平主义 他面对的 困境 和日本和台湾真的不一样 日本有日本的问题 台湾有台湾的问题 但是 中国问题绝对不是他们所能企及的 所以 我不觉得把他们相提并论是正确的 观点 在我们这个城市 很多本地年轻人都有两三套房 或者更多的房子都是父母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留给他们的 他们不工作 房租都能很好的活着 我们的城市里 躺平又能如何 他们不需要努力 就能好好的活着 有很多吗 你确定 如果他们都有两三套房 他为什么要躺平 躺平是什么 躺平不是有两三套房 躺平是根本房都没有 都不买房 买不起房 才躺平 你有两三套房 你躺平干什么 讲这种鬼话 而且有两三套房的年轻人有多少 情况 时间 品质 精力 若想要高品质的作品 必须花大量的时间 精力 同理 想要短时间出成品 必须舍弃品质 或者花费更多的精力 观点 有点明白为什么禁止 课外补习班了 因为这些补习班是平民能在激烈升学竞争中 唯一的稻草 这些平民包括各种不是赵家人 所谓的有钱人 当权者早已经把利益分配好 包括教育资源 不允许 屌丝逆袭 理解了 观点 就怕躺平之后重开成为热词 已经有这个趋向 在百度贴吧 三河大神吧 躺平吧 加里敦吧 已经重开 重开已经是个热词 意思是自挂东南枝 自挂东南枝 情况 我有个朋友 孩子在国内 好动 被老师嫌弃 贬低 自信 没办法 举家旅游到国外 把孩子送入当地初中 并自己努力重新学习 40多岁的人学习两年 孩子和努力的父母 终于修成正果 恭喜恭喜 情绪 感谢王老师 让我了解内卷这个词 内卷让我这类人有时候不太能够确定 自己的观念是不是正确 父辈们曾经提的无独不丈夫 厚黑学什么的 但有多少年轻人知道那时候无独不丈夫被误传了 父母 母亲还专门给我买本 叫如何做个有心机的人 观点 微博上有个标签 是 他们被痛苦吻过 仍然抱自己割 世界上最阴毒的赞美 就是把年轻人的艰辛和苦难 当作正能量的励志故事 非常正确 我再读一遍 世上最阴险的赞美 就是把穷人的艰辛和苦难 当作正能量的励志故事 每当看到官媒发这种满满正能量的内容 都会觉得愤怒 苦难并不应当当成夸耀的财富 非常正确 就是这样 把苦难拿来夸耀 那肯定 背后是什么 背后肯定是别的东西 情况 我就是高校老师 就业率全是假 就业任务押给基层辅导员和班主任 然后就是造假 十分荒唐 非常对 提问 请问王先生 如何在国内排解自己压抑的情绪 感觉在国内都是黑暗的 我在国内生活的时候 我没觉得全是黑暗 我们知道现实在发生什么 但是 我可以给自己这片云 让它下雨 所以 你仍然可以追求你的理想 你仍然可以过一个灿烂的生活 不过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自己要努力 前提是你自己要有 光明的心态 保持光明的心态 我这样做并不是说 你可以改变这些 你改变不了 但是你可以努力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 帮助这件事情的改变 所以我在国内生活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的心态 揭露它 但是 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让自己 保持好一点的心情 这个没有问题 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 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可以做到的 提问 两个月前在微博上质疑解放军的青年王静宇 在迪拜转机前往 对 王静宇在迪拜转机前往美国途中被捕 现在有可能遣返中国 王先生能谈谈这件事情的看法吗 身在国外 这件事情让我感到不安 感觉CCP将手伸向全世界 不在墙内可能有可能遭到人身安全的威胁 人在海外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想不到 想不被打击或者骚扰 只能保持相对沉默吗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经常讲的问题 就是第1个 不能抱有幻想 就是对中共的 对中共能干出来的事情 不能有幻想 就是所有的事情要做最坏的打算 当你在做最坏的打算的时候 目的是避免一些 就像王静宇遇到的这种情况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 有个YouTuber回国 然后失踪到现在 到现在还不知道 这种情况 包括 其实有若干个案例在前头 就是回国 然后出现的情况 第1条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大家一定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 因为觉得没事 侥幸 不能有侥幸心理 这是第1个 第2个 事先把能做的事情 尽量的安排好 第1个 卸载微信 卸载微信要做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的家庭要安排好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 你有条件去安排 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把能安排的事情全部安排好 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 中共没那么厉害 中共都是吓唬你 他都是通过一件事情来给大家一个心理影响而已 中共也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呢 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之后 你就坦然的 面对你的人生就好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也不必 也不必 就是 我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不心存幻想 不心存侥幸 能做的事情全部做完 然后我就坦然 该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好 你说呢 情况 国内公务员事业单位 国企中层干部 孩子没有出国的 国企中层干部 孩子没有出国的 真的能留给自己孩子好几套房子 家境好的 加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能留下不少给年轻人了 他们没啥动力和目标 城市里的老户也靠拆迁留下不少房产 是这样 是有的 但是留好几套房 那就肯定不是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可能得三线以下的城市 那你说在 上海留好几套房 我不大相信 那你说有没有 在一些小型城市 有没有两三套房 有的 但意义不大 情况 坐标上海 今天去东方体育中心散步 发现沿江路一条马路 所有的房子都烂尾了 包括一家没有开业的 荣岳庄酒店 上海整个浦东西岸 就是两个字萧条 我的天 是吗 上海啊 沿江路 沿江路一条马路 所有的房子都烂尾 月容酒店 月容庄也 也烂尾吗 那真的是不行 情绪 边写方案 边听王老师的课 现在的方案就是为一个富二代老板写方案 他自己不懂广告 但就是因为出身和关系 把别人的方案Task掉 把自己 把别人的方案拿过来给我们模仿抄 国内的广告圈已经是这种风气 不懂其他的行业是不是也这种风气 我一直想与这种风气抵抗 但是导致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 只能够接私单 才发现自己在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已经成了一个异类 就抄别 拿个方案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方案拿来自己抄一遍 就干这种事情 这个太多了 这个太多了 不是广告 是这个样的 其他的行业都是一样的 先给个概念吧 概念拿来之后 这概念不错 拿去 就这样 很多是这样 所有的跟设计跟规划有关的东西 这些行业 都是一样 所以 不给钱 不出方案 现在情况 大部分是不给钱不出方案 给的钱才出方案 观点 中国的 中国的历史从未经历过思想解放 西方社会也经历过艰苦的日子 中世纪的教廷控制的社会 当时教会就是腐败的象征 直到后来的宗教改革 改变了运行社会的体制 才有了后来的文艺复兴 有了后来的人文思潮 中共的极权体制 让现在的中国成为有文明 却没有文化的国家 哪里有文明 中国没有文明 除了暴力以外 情绪 我选择躺平 是不想参与内卷高压社会的无效率生活 好在先前有存款 靠自己常年积累的投资能力 获得比上班更好的生活 我有足够时间读喜欢的书 和聊得来的朋友交流 也有时间看王老师的节目 学自己想学的东西 这样的生活是我以前上班无法得到 虽然我在这个内卷的丛林世界 前任输退出 不完了 但并不代表我不再反抗 复习英语 考雅思 准备用脚投票 才是我躺平的最终目的 好 恭喜你啊 恭喜你 能够躺平 观点 教育不公平 北京一个高中班 多半可以进清华北大 而对于河南等省份 考那点分数 连大学都上不了 这才是输在起跑线上 从落户那时 从落户时 开始 观点 和墙内的朋友聊天 很多事情让你会感觉到墙内民众 现在力气越来越重 碰碰就会吵起来 巨大的压力造成巨大的力气 未来要么不出事 出事就是血流成河的大事 所以 CCP现在对内拼命的维稳 对外显示强势 转移内部矛盾 提问 请问王老师有机会讲讲 海南未来的发展吗 中国说要把海南打造成另外一个香港 如果海南都能打造成香港的话 那全中国都已经变成香港了 找机会再说吧 海南的事情我们讲过 两点 第一 海南不足以成事 改革开放到现在 这么多年 海南一直没有成事 现在他要做自贸岛 能不能成事 也成不了事 海南不足以成事 第一 第二 现在海南做的所有的动作 都是三个字 瞎折腾 因为他不成事 所以都是瞎折腾 不要相信他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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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燕谢谢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